亚洲天王周杰伦日前结束拉斯维加斯的《地表最强2》的演唱会,随即前往纽约和参与时装周的老婆昆琳会合,情人节这天她第一次晒出女儿和儿子正面面对镜头的照片,虽然后致替儿女戴上墨镜,但还是看得出来小周周的嘴巴和周杰伦十分神似。 昆琳金,15日,在IG上PO出一家人到中央公园的照片,照片中周杰伦一手抱着女儿小周周,一手抱着儿子Romeo,不同于以往两个小孩都只以侧面或是后脑梢入镜,这是小周周和Romeo第一次正面面对镜头,虽然眼睛被后置的墨镜遮住,但鼻子和嘴巴仍看得出来。 网友则出遗传到爸妈的优良基因。 网友发现小周周的嘴巴,鼻子和周杰伦几乎一模一样,Romeo则是和昆琳比较相似,小周周高举右手,比出鸭的姿势,露出开心笑容,一旁的弟弟则是淡定微笑,长相相当清秀帅气。 周杰伦在情人节这天没有放上何昆琳的合照,而是PO出抱着女儿小周周的照片,写下It's also Valentine's Day with my baby girl并hashtag前世情人,让网友笑亏,又忘记了自己有个儿子的事,弟弟呢?地表最强小三。 实习编辑斜线正旅程 中文字幕志愿